稍后就会很快讲讲两件新闻 因为留点时间来讲讲 我想都需要每一期时间来讲讲究竟什么叫中国文化 究竟我们要吸取什么典籍 首先新闻不停阅读 就是关于中国是世界火车头戏一带一路的源头 好那我们看看我们的新闻在10点几钟的时候出现了 好大家看到这个就是博纜会 是第六届中国的进口博纜会 最重要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封信 我立刻跟大家解读 首先不是很长的 他说2018年开始就是进博会成功举办了五届 最重要点出一件事是依托着中国大市场的优势 我们承认自己是大市场 无需什么谦卑 无需什么叫做收息 发挥国际采购 投资促进 人民交流 开放合作平台功能 说给大家知道 不要再受那些所谓美国的智囊团体 或者是那些新闻们经常讲中国的模式 就是不行的了 现在中国经济会入这个通缩了 不会有人跟你直接去批判这些事的 不过封信讲得很清楚 中国是大市场 我们有一个优势 我们过往来说是曾经发挥了我们的动力 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 作出良好贡献 这个我们很清晰告诉大家 无需要染染痒痒 就是说哎呀我们又不是 这个是大国之民的气质 大国之民的一个担败 在这个进博会里面 在我们透露到 习主席的讯息呢 我们就收到这些信息了 就是我们是大市场 我们是中国的机遇是全世界的 这个很清楚反驳了一些过往来说 中国不行了 什么倒退30年 这些这样的说话 很片面 例如说你年轻人的失业率很高 不超过20% 已经造成了是颜色革命的土壤 于是李克强事件 你又出来说了一轮 就说很多人去集会 好像很反对中国的政府 其实中国不单止越来越进步 也都对世界来说 不能够可以叫做忽视 什么叫做去风险 化脱欧化什么 你说你都不能够失去了中国机遇 这个就是信里面 是他所透露出来的 我作为大国之民 我除了是资深的传媒人之外 实际上传媒人的角度 不是那么传媒的 你必须是大国之民 那你才传媒 大国之民 一定要从自己国家 做本位 无论是我们的功能 我们的长处 我们的利益 我们需要用大国做准 你要做我们的本位 有了大国之民的思维 不单止你是做传媒人 你做任何的事 任何的事 你都会完全是有穿透的看法 比如你做新闻 不要干涉 如果做生意 你知道什么叫中国机遇 不要再放在那里 说中国开放成事 我一定要讨好美西方 你要根据他们的民主自由 那个体制 我们越近西方 我们越有现代化 这就是没有自信 中国机遇就是中国机遇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 所以为什么我会浪费时间讲一下中国文化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 究竟的养分在哪里 除了我是资深的朝门人之外 我更加是需要做一个大国之民 好了 这个大国之民 其实看到 我们认识什么叫中国机遇 你看到一些新闻 你可以引述 但是你一定要批判 例如关于中国的经济 三两家的桂园和恒大 就可以令中国 没有了 没有负 很多举债 这些全部都是盲点 当然你要慢慢研究中国经济 首先说到我们的动力 在哪里 中国机遇在哪里 然后习近平也说了 现在当今 世界的问题就是世界复苏动力不足 需要各个同舟共济 共谋发展 我们不是独大 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很厉害 我们真是推动了全世界 我们承认过 全世界的经济是有问题 大家都知道 这个出现问题有战乱 也有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疫情之后 中国仍然是以出口提供很多的 贸易的服务给大家的时候 也受到一些影响的一个条件 我们现在承认了这件事 世界复苏 我们不是说 哎呀 靠我们搞定 世界上讲得很清楚 要同舟共济 去风险化 去脱欧化 中国是 对你们某个国家的所谓科技经济 是有些所谓叫做什么 国家安全的利益 这些所谓的损害 如果你立足于我们的大国的本位 这些东西就是不值得 不值得 所以在整个 最新的这个 这些新闻刚刚在10点多中推出的 那么就看到 这个进博会 除了提出现在世界经济 这些东西不是很可以的 动力不足 那无论如何 无论在天灾人和也好 就是 天灾疫情之后 人和就是 在新冠 差不多復元之前就有场的 外国战事 所以这个动力是不够的 要做到之前这样的全球化 那时候的 高峰的机遇 就是需要大家和 同舟共济 共谋发展 就不要在这 你明知没有实力 你就不要在这些 去脱欧 什么之类的 完全是 你根本就丧失了 破坏了世界的机遇 所以在这篇文章里面 在这篇信里面 就是说 中国一定 是会继续开放的 为什么 作为是 经济动力的源头的话 中国不会是走封闭市场的 我们打 任何的 所谓的 牌 无论是刚才我说得那么高兴 就是说 资源 我们有25张牌 还没打 我们会很甚神 为什么呢 除非是有些很不合理的事 或者是 出所界的事情 我们要 提出反制和警告 我们才做得到 但是我们不会 好像美国 我们不会阻止任何的 进步力量 只有美国这个世界 他们才在这儿做 阻止 人家进步力量的一个企图 中国是没有这个意图 需要立刻于大国之民的思维去思考 不要说 我刚才说得那么高兴 你又说 是否我们多打牌 就会打死美国 这个 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是 肥草劇式的思维 你对我不好 我对你不好 当然我们也有这样的 以牙坏牙 就是充足反制的力量之后 尤其是起我们的主权问题 我们的利益问题 他说 我们需要有 一个战略的弹性和空间 为什么 因为不要做着所有的事情 为什么 一会说到 俄罗斯是不是很贴 或者我们未来的布局 应该怎么做 是否完全摒弃了美西方 不是 一会再说 所以为什么要说得快一点 就是 好了 提醒了一件事 就会继续 我们的信息 会继续开放 你去我们的风险法务 我们也会继续提供世界的经济所需 服务所需 所以后来就是说 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产的大市场 这个就相当之有豪气霸气 不过文字很平实 世界大市场 中国的大市场 也是世界大市场 这件事就是在这封信里面 很透切 更好提供全球共享的国际 公共产品服务 助力推动建构开放型的世界经济 要合作共赢 为及世界 也都是不点名 真的 不需要点名 什么你都想到的 这个世界 是我们不断去开放 我们不断去推动全球法 是有人 是要逆全球法 那当然 封信不会说那么多 我只不过 和大家演绎 我所看到的东西 也是为什么 我除了蜡烛外是一个资深的传媒人之外 我们的蜡烛外是大国斯文 大国斯文还不是那么简单 看看新闻 俄罗斯 很多时候 俄罗斯 令到大家 很开心 因为 他这场的好战事 似乎 由开始 不是很顺利 现在开始 慢慢 原来看到 普京大帝 我真的可以说叫他大帝 为什么 因为从历史角度看 我不是一个口号 他真的有了一个 战略和历史的 深度 我先说一下新闻 新闻 新闻就是说 普京在一个最新的讲话 俄罗斯 现在在打这场仗 打完这场仗 不过 就是不尽其他人 对手的意义 就是说 可以拖垮俄罗斯不是 亦都 在这场战争里面 是 令到俄罗斯 不是经济 可以复原 现在甚至没有 是压着了 俄罗斯的 工业体制 所以 普京说 现在在各种意义方面 实现了主权 独立 经济方面 也不是这么单纯 因为之前有人嘲笑他 这个是普京 他说俄罗斯是加油站 这些是什么 是吧 是加油站 美国 拜登说的话 拜登所言就是说 如果 相对来说 美国当然不是加油站 除了他的丰富资源之外 有科技 有经济 有外交 有实力 指指点点 欧盟的 博雷里 还在文章里说 俄罗斯是一个依赖 能源出口的 经济诸 诸如 再形容深切 就是一个拥有核武的加油站 总之就是 将俄罗斯数到 非常不适 不过 这场仗 这次我终于明白 什么 要做 战斗民族 这个民族 不能够小脆 不是我们说笑的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俄罗斯国家的技术集团 撤梅作夫 人物不重要 因为他就告诉大家 因为他负责生产坦克 这个坦克 现在 开始又举步为奸 就是 战争的初期 消费很大 以及国家 未适应 俄罗斯 战事 遲少了600日之后 俄罗斯的军工 终于 能够完成 战事模式的调整 因为战争是带动军工的发展 而军工的发展 一个重型的工业 又带动其他产业的活跃 于是现在可以做到最新的数据 现在就在军事的装备里面 现在俄罗斯的军事生产是很强 有7倍多 战前 连产是200辆坦克车 现在到2023年 是提升到 连产1500辆坦克车 俄罗斯 不是一个工业 重工业的一个大国 拜托你靠车靠卸 那些什么 富型坦克 泡型坦克 英国 美国坦克 那你就慢慢去卸了 刚才安特尼说了 这个 是否卸了这么多 不知道 谁知现在一年之内 将生产提高7倍坦克车 亦都表示到他的军工 相当之强盛 不想要试读他的试试 那你会马上问我 那你做了一些军工 又表现 那还是一个加有站 加一个叫做 坦克维修站 不是 不是 我讲个历史给你知 中国在新宗学成立的时候 中国是不符合马克思 提出那个 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 因为我还是农民国家 我们的工业 就知道有多少 少到 怎么说呢 你卖磨教权 铲刀 你都可以叫做技术人员 完全是没有 中国机遇到哪里 是很惨烈的 韩战 抗美援朝 当然 当然 不是说大家很惨烈 俄罗斯立刻 资助你去 去打这场战争 开始不是很支持 但是问题就是 各国势所事言 俄罗斯需要 亚洲地区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国家缓冲美国的 对亚洲的压力 所以 是支持了我们的抗美援朝 在初头 所以我们才很快得到 俄罗斯 提供 全面的 創工业 的配套 包括制度 包括管理 包括技术 包括工程师 都来自俄罗斯 所以告诉你 军工 当一个战时的状态 提升了 加速了这个国家的 工业产业的能量 往后就会打造红红红的基础 现在正正就是俄罗斯 告诉你 你知我不是加油站 不单止很多数据 已经证明了 他的经济已经复原之外 最恐怖的 军工已经提升了很多倍 说给你知就是炭克七倍 其他事不要说 因为有 导弹的飞机 各方面 如果你都需要 去製造的话 你会带起其他的 轻工业 或者其他的配套 或者你其他 整个生态圈 那个反省 钱从哪里来 我们做交站 钱从哪里来 还有中国 我们是 这方面有配合 我们没有赶着你 我们不会去制裁你 美国虽然 一再叫我们中国制裁 但是没有 但是俄罗斯 那你又会看到 我为什么要刚才开头说 我们要叫 我终于改口 一开始 我很鄙视 别人胡说 是什么 普京大帝 在打一场中 我觉得 金钱不大 什么大帝 什么叫战争民党 我完全不了解 因为我始终都是一个 资深的评论员 不是一个资深的战略 历史战略家 我不是 我觉得 普京 怎样配得起 做大帝 不是打仗都这么笨拙 但是终于打到 他几个月之后 他曾经提到的说话 这场仗不是由关于俄罗斯和奥克兰的胜负 他是要用这场仗来改变这个世界的别墅 这个世界的别墅就是由美西方单边霸权主义 垄断这个世界的别墅 那你都听不明白 现在就知道 这个民族真是很突然的 如果你看到史特林格纳 列宁格纳 莫斯科保卫战 他在最惨痛的 甚至是纳帕伦 攻到莫斯科 不过就是败于这个东归 你知道俄罗斯是打不败的 他们的民族天生就是打仗 就是战斗 而是从这些战斗里面 他最终得到最后胜利的时候 他就再一次强大 就像纳粹德国那样去攻打俄罗斯 就是差不多赢了 整个列宁格纳 我想比现在的巴沙地大 人都更加没有 因为打仗就是 正如美国 阿比这位发言人都说 是很惨好 但是 他挺住了 亦都是有美西方的支援 他也是全力发展他的军工 同一个时刻 就吸了个帽子 所以他后来的打车就完全不绝 可以投入市场 他牺牲他们年轻人的生命 因为打仗一定是这样 换取 苏联 是战胜了 白水德国 因为他中间是得到很多工业的提升 因为当时有换作进来 这次他马上不需要美西方给换作 他自己已经有这样的体力 这样的魄力 而因为这场战事 是带动起他整个产业的提升 所以再一次是用战争 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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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名字来说 就是重 重活 他自己 俄罗斯的角力 重振他自己的角力 改不改变了世界 我不说了 就是说 美国现在是怎么样 美国还很强 很多人不说 那是不是很惹人害怕 可以靠 所以你只能看到 普京最初那个 伪略 就说 不只是打赢 当时我用了一个很浅件 就说 你为什么不害怕 我们自卫还击战 打完就走 原来人家不是用这个方法来看 所以 也引申到了 有这个民族在我们隔壁 在我们的鄰国 或者是 老实说 就是 历史的重显 就是说 当有很重大力的时候 很多问题就会出来 当然 我作为大国之民 一定要看远一点 历史来说 这个民族是很惹人的 问题现在差什么呢 他只是等一跌5亿人口 当有5亿人口 6亿人口的事 我想他对世界来说 将会完全可以统治 当然 不能忘记 我们是一个很伟大的民族 中华 民族 我们是伟大复兴 所以就很简单 我铺子的时间不多 我的电脑没有电 就是说 大家要看东西 很多人看毛与录 很多人要看中国历史 或者很多人就说 我们现在不是要卖手 去做这个中国历史 怎么看 首先 为什么要看毛主席 的著作 我很熟悉他的诗词 我很知道他在做什么 为什么 正正在这一段时间 是中国 是争取到 独立 争取到 主权 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是靠毛主席 改变了 马克思的教徒主义 也没有用了 当时中国的很迂腐 所谓的 文化人的影响 他们走出一条 自己创出来的 中国的革命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 我不是说这种东西 是自己走出来的一个革命的经验 等于用武力 去改变这个世界 但是没办法不改变这个世界 如果不用武力的话 可以在做座与轮动 我用瑜伽三四条 我用杜家三四条 我们改良 中国就可以撤入西方这件事 这件事是错的 如果你看毛主席 在毛主席的著作 要留意毛主席 为什么是伟人 你又知道他对中国是带出一条 中国自主独立的 斗争的经验 没有了这个构增 中国就没有今年的成就 现在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 诸如国家了 我想加油站也不如 我们哪有加油 哪有油家 饭也不够吃 所以我突然想问 为什么第三世界 为什么发展中的国家 这么迷戀无主席 为什么毛主席的思想 这么伟大 不要突然让我弹出来 说有饥荒害死人 你浅健 你没有用历史人 但是毛主席毛鱼 也不是一个士兴 你需要知道 在什么情况 然后往后就说 为什么现在我们要 再讲这么多个中国文化呢 因为我们已经能够 取出独立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时候 我们要立足我们 之前 我们国家 我们这个民族 究竟我们的 文化和基因在哪里 我们要再找出来 我们如何再融合 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的模式 不是西方化 我们的文化 我们要再找这些东西 不是要符合西方化 这些过往的学究 那些教过我的老师也是 走错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要讲 孔子和马克思的结合 所谓叫做两个结合 第一个结合就是 马克思原理 和 中国实情的结合 这是第一个结合 第二个结合 马克思原理 马克思原理的思想 和中国优秀文化的结合 我们要做这个工程 至于中国式现代化 是进行式 我们如何吸收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优势 就是再加强 我们这个现代化的模式 变成我们的话语权 我们的言语的体制 这个就重要了 因为我们就算有工业 也有科技 是很先进也好 我们欠什么 就是我们的言语体系 所以我们是未成熟的 这个新的中国式文化 所谓大有文章 大家可能有兴趣要知道这件事 没有人会说 我说的都是好像我读书 和Anthony读书的时候 然后老师告诉我 我们要承传中国文化 说 革命走出来 首先看毛主族 首先看毛泽东 过往 怎样做 怎样他出来 主权 就是做了 共产党的把守 就是要批判了 所谓的教权主义 我们不是全部照搬共产主义 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 是由毛泽东 将它变成是一个 东国式的革命 一个斗争 这个非常重要 没有毛泽东的话 就是毛泽东 没用我再说什么大约进 没用我再说什么 哇这个 就是红卫兵 有时人再说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 想订阅石楼台 看独家内容 但是 不太知道网上订阅怎样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于订阅或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陆语人金融hi-tea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陆语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步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